各位朋友 你們好 又過幾兩個星期沒見 因為過去忙於工作 很努力工作就做了剩下的工作 接下來就是十一的活動 都很努力 用了幾晚時間 又工作 又收拾一下桌子 終於見到桌面 大家見到 終於剩下的耳機 和Notebook之類 有個題外話 有位朋友問 為何我桌上有華碩的ELE 其實這部ELE 它是電腦 因為我將它改裝了 32GB RAM 和4T Hard Disk 它駁線就會出了不同的螢幕 譬如我後面這個螢幕 有時會用到它去 和我一部主電腦 就會駁到四個螢幕 大家可以見到 我桌上有四個螢幕 有時有些特殊剪片 需要用到四個螢幕去製作 當然 基本的音樂部分 都可以在這裡製作 在鏡頭以外那邊 在外面那邊 今次這部影片 講一講《中聯好聲音3》裏面的東西 今晚星期日 又有第二集出現 即是大灣區的第二集出現 我都看了網上 有些關乎《中聯好聲音3》 有些的留言 即是在其他KOL裏面的留言 我也想補充一點點東西 今次借用梁文君小姐 她唱首《桂來吧》 其實中二時又有人唱 其實這首歌就是陳惟嫻的歌 首先我想說一說一件事 評判團為何會被某些歌手 例如五盞燈 我看到有些留言都說 會不會是給錢合起來的 我又覺得香港 就未至於那麼腐敗 應該現在未至於這樣掛 因為之前在國內都出了事 大家都知道 那些都是給錢買位的 幾十萬件事 希望我們香港不是這樣 首先我要借梁小姐 這首歌去講一講 在這段影片之前 我亦都有一條梁小姐唱的聲音 出去了 那條聲音 我將db數調高了兩個db 為何會這樣 只是梁小姐的聲音調高兩個db 因為我是用人手 將它在軟體中抽出人聲 就不是網上AI抽人聲 因為我發現網上AI抽人聲 它有時會加上一些 它AI認為的聲音 但那個是偏向一個 比較數碼化的聲音 少少數碼化的聲音 這就是AI系統的東西 我這就是一個軟體 當然音樂界都經常使用 我不斑門弄虎 因為太多高手 我抽了它的音樂和人聲 獨立分開 將人聲調高了兩個db 為何會這樣做 是因為我之前的影片已經講過 因為有時在混合的師傅 他會覺得音樂聲混和 人聲會比較配合 這就是正常有時唱片 或者Live的做法 但歌唱比賽 我之前也講過 觀眾或者其他喜歡聽這位歌手 有唱功的人 他是想人聲會出一點點 所以我就在這聲音 將它調高兩個db 就是讓人聲出一點點 出一點點之後 整首歌是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聽過它 YouTube上的版本 和我現在教出來的版本 是不同了 是會全神了 好了 現在講到深入一點點 Mixing那位師傅 其實他是挺好的 我講的是TVB那位 因為他出來的聲音 他調整的reverb 全部都是恰到好處 留下真音 真音 因為一般的唱片 都會把聲音調整reverb 之類 令到聲音很響 然後真音就會降低一點點 所以這位師傅不錯 因為他調整到那位 其實恰到好處 梁小姐那把真的聲音 仍然保留著在這裏 正正就是符合了 歌唱比賽的原意 因為你看到很多歌唱比賽 其實他都加了很多東西 變成唱片形式的比賽 所以這位師傅值得讚一讚 各位觀眾 如果你聽到這條聲音 你會發現他的聲音是真實 然後有什麼瑕疵都出來了 這是因為他的reverb 沒有加到很大 掩蓋了他 而且延遲就沒有加出來 沒有加那麼多延遲 就會變成他的聲音 就會很實在 因為通常唱片的 都會有少許延遲 所以他的聲音仍然存在 師傅也沒有整濕他的聲音 就是乾濕的聲音 所以他的瑕疵是原形不露出來的 你看回我調高兩個db之後 他真的是原形不露 首先要稱讚梁小姐的就是 其實他唱這首歌的時候 他的腔口的確是模仿 陳華賢小姐的腔口 在這裏我想說一說 其實歌唱比賽的準則 有些歌手去參加歌唱比賽 因為他平時有歌唱經驗 甚至乎有表演經驗 他就會誤會了這個show是他自己的 他不是在參加比賽 他在享受自己的show 歌唱比賽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但有些歌手因為他有江湖經驗之後 他可能忘記了初衷 歌唱比賽其實 由頭到尾你都當自己是一個很初心的人 剛剛出來唱歌的人 去比賽的心態 這樣就對了 你什麼都不是 你只是一個好似學生的形式 去參加一個想做歌手的比賽心態 就是這樣就對了 這個比較抽象一點 但是明眼人會聽一明白 首先你去參賽的時候 一定是要唱到那首歌的原意 那首歌的原意又很抽象 因為有時候你不是原本的歌手 你如果模仿那個歌手去唱出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100%模仿那個歌手 你最多都是模仿他的腔口 然後你就會用你 理解到那首歌的形式去唱出來 這些事情大部分都明白 但做不做到是另一件事 你都看到了 一上台很多歌手都做不到 你第一次必須說真的 我都想跟參賽歌手說 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初心之外 就是你唱歌的時候 你必須要還原那首歌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變成唱了另一首歌 那就很奇怪 因為那首歌的原意 你都未表達到的時候 你又何來可以去到第三個步驟 就是你創作到自己的風格 然後還有第四個步驟 你去到化景 有時候唱Live的時候 會加自己個人的亨歌 有時候會是這樣 其實歌唱比賽來來去去 都是三四個步驟 所以為什麼評判 會給五盞燈給梁文君小姐 梁文君小姐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因為首先它符合了第一個條件 就是它有一個初心的感覺 就是讓人上台唱歌去比賽 就很想去做一個歌手的感覺 這就是第一個步驟 它已經表現出來了 第二個步驟就是 它很想全力還原那首歌的意境出來 這也是完成了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就是 它全力很想去完成這首歌 這就是每一個上台的歌唱比賽者 是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其實現在的那群評判 其實標準都是這樣 你完成這三個步驟 其實都已經給你五盞燈了 但是說就容易了 你去不去第三個步驟 完成到整首歌 大家都看歌唱比賽也知道了 多數都不會完成到的 有些一開始就碎了 有些去到中段就 咦 糟了 即是俗稱的發台溫 即是我的腳呆一呆 那首歌又斷了 接著結尾又可以重新起來 有些歌手是不穩定的 好像剛剛那一集 有些歌手是不穩定的 好像有時可以有時不行 那些評判都說了 這也是不會完成到這首歌的 所以如果有參賽的朋友 看到我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你試一下 咀嚼一下我的說話 雖然表面好像很簡單 但是做不做到的確是兩回事 大部分歌手 都的確在一個台上 他不在一個台上做到的 因為在一個台上 要面對觀眾 還有有心理壓力 當然 當然在歌唱比賽裡面還有評判 很多歌手在這裡 就會有很多聲音 即是我們俗稱的很多聲音 其實這就是一些魔鬼的聲音 那種魔鬼的聲音是什麼呢 就會令到歌手 會有很多很無謂的潛意識的想法 就會影響到那個歌手的表現 通常你們在台上 即是觀眾朋友在台上 看到那些歌手不穩定 唱不完整首歌 有時走音 那種東西 其實都是因為這些東西 而這樣產生的 所以我在這裡 就奉一奉勸 各位有機會參賽的朋友 即是不一定是中年好聲音 甚至乎MiuTV那邊參賽也好 其實你上台之前 每個人都會做一個cool down的動作 但是這個cool down的動作 你可以做到多少呢 還有做到是不是真的cool down 因為通常在台上 準備出場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干擾你 即是有工作人員 知情之類 或者是彭輩那些 和一起參賽的歌手 都會干擾你 你能不能夠做到 個人可以完全cool down 好像職業歌手一樣 仍然可以完全cool down 然後一上台就壓著台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 一個職業歌手和一個參賽者 即是就算你有經驗去 平時去唱歌 或者做這些類型的工作 但是你去參賽 你一上台 是完全兩回事 這些東西 希望歌手聽到我講話 即是參賽歌手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想說一說 在《中年好聲音》裡面 都看了三集 其實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在TAB那裡可以改良一點 就是因為他們都有戴Earmon 因為上台通常都要戴Earmon 因為如果不戴Earmon 如果只聽到台上的螢幕 就會變得慢一點 有時會慢四分一拍 有時慢到半拍都還可以 所以他們通常戴Earmon 我發現有些歌手的Earmon 不知道是不是太合規 因為他們可能只聽不到之間 因為你知道上台會有喇叭的聲音 就好像他們的Earmon 他們好像聽得很辛苦 就去側重了 即是可能聲線不夠穩定 或者不夠大 而導致他們聽得很辛苦 就專注了去聽Earmon 接著他們唱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份的精神狀態 就去了聽Earmon 就會變得很呆板 唱出來 很呆板 那梁小姐會比較好 這位梁文君小姐會比較好 有些歌手 你看到她的表情 其實表情就反映了她 有一部份是去了聽Earmon 聽了音樂 有一部份去了現場觀眾的壓力 或者比賽的壓力 跟著剩下下來 可能才到唱歌的部份 那你便看到 那些歌手有些是呆我 有些表情會比較默 這件事會不會再做好一點 這件事或者 或者揣測是未必完全 一百分正確的 但這件事是否會檢討一下 或者大家做好一點 這樣便會好一點 好了 講回梁文君這首參賽歌 她唱的時候 其實很多參賽者 都未背熟那份譜 因為那份譜 就不同那份歌詞 那份歌詞就是 這句怎樣唱怎樣唱 但如果你要背那份譜 那份譜的時候 你就會在歌詞那裏 那些真正厲害的歌手 就會在上面寫完 譬如我要唱到 譬如龜羅伯那首歌 即是《想到他》 這個字 這裏他們會下多少震音的時間 之類 或者用哪個key去唱 這些東西 或者拉長多少 這些東西 他們全部都做足功課 在哪裏轉音 哪個字要轉音 即是他們評判斷就說 扭音 其實扭音即是轉音 即是他那個含意 因為是廣東話的意思 即是說 在那個音裏面 他在這裏玩 在這裏玩 怎樣轉來轉去 那就是叫做扭音 那會不會在這裏 其他參賽歌手都是 做一份表出來 普通歌詞的表 即在上面寫完東西 那自己記住一上台 就跟著那份譜裏面的表演 來唱 即是 那腦已經植入了 在哪裏打哪裏 哪裏我要做什麼 哪裏做什麼 那你就規範了自己 有一個唱的方法 那你上台的時候 你如果平時練的時候 已經掌握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你上台的時候 才可以去到第四個step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第四個step 就可以加自己的意願下去了 如果不是 你會見到很多歌手都是 上台無端端會加自己的意願 但那首歌就 被觀眾聽到好像九不八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希望有觀眾朋友 你有朋友去參賽的時候 不妨介紹一下我這條影片 給他們看一看 希望他們上台的時候 表現得更好 我是想希望歌手 每個人都去參賽 都會有一定 他自己的水準發揮 我覺得這個歌唱比賽 才是豐富很多 好了 接著 這首歌 我借這首歌裡面說 其實它有些字的透氣位 其實它不是跟著那份譜 這正正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因為它沒有畫下那份譜加持的東西 它一上台的時候 就變成像卡拉OK形式般去唱 大問題是你上台的壓力 你唱一唱的時候 就突然間忘記了這句話 完了沒有 有時就在這個猶豫之間 它不自覺會在那裡停一停 呼吸然後再去 有時也是因為壓力 它平時練習的時候夠氣 但去到那裡又突然間 因為有壓力的時候 突然間又不夠氣 在那裡緊急呼吸 這件事也會打斷了一首歌 以上所說的就是希望各位參賽者 可以改善各樣東西 好的方面就是 的確把握到 剛才我所說的三個步驟 它就會有五盞燈 我也希望這個節目 會出現多些五盞燈 令到它們在五盞燈裡面 再鬥發 這個節目就很好看 還有歌唱會分地域格限 當你去到每個水準都這麼高的時候 這個節目才會 會面對到多些地方 多些人看 好了 然後另外一個 如果是關乎這個節目的場景裡面 我又是站一站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上一段影片 可能有TV工作人員 看到上一段影片反映了 它按燈那裡 終於是沒有了保濟院的貼紙 這件事是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駕車那裡 保濟院的賺助箱 這個標誌仍然存在 都很大 這件事在我們華人裡面 始終都是崇尚一個 直入式廣告的思維 在外國是很少的 為什麼呢 一些廣告的標誌 除非你是一個很大型的賽事 例如足球賽事 諸如此類 即是你賽車那些 很大型的 大型得很厲害 但在一個演唱會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外國 例如全美一丁 或者是美國的歌唱比賽的現場 其實你看不到有什麼廣告牌出現 原因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藝術這件事 是不應該被直入式廣告去干擾到的 當然在我們華人裡面 你賣廣告去贊助那件事 當然很希望那個標誌經常出現 因為我贊助嘛 我贊助這個廣告嘛 但其實為什麼會在外國 那些贊助商會被人尊敬一點 就是因為其實它在標題裡面 已經有一個廣告 在那個廣告裡面 其實觀眾會在那裡已經記得了 然後在結尾那裡也會有廣告 在觀眾裡面已經記得了 中間為什麼會沒有廣告呢 是因為在一個藝術的概念裡面 不想在一個藝術的層面 比如在唱歌時 能夠突然看到你的廣告 就是你的廣告里面有一個背景 而不是對這首歌有影響的背景 就是比如你現在各位觀眾看到 好吧 現在看到 Table裡的一個LED� 它有很多圖案打出來 那些是在幫助那首歌 但如果等了標記 就會干擾了那首歌 因為在視覺上會影響到觀眾的感覺 但這件事說真的 我也很想跟這些贊助商說 其實標記在TV拍攝時 可以勾勾一點 勾勾一點的時候 人家一樣可以看到你的標記 不要那麼實在 因為你太實在的時候 就會變成觀眾有些會反感 尤其是現在新一代的觀眾 這件事我覺得 如果可以改善好一點 這個節目就會更好 那輛車仍然沒有什麼裝飾 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的扶手可以製作一些花 都是一個裝飾 會比較好看 駕駛的邊緣可以為其他裝飾品 其實這個應該不會干擾到安全條例 所以這些東西 希望它改善好一點 這個節目就會更好看 我們這些觀眾就會更好看 關乎評判那裡 我個人的見解就是 這次做得挺好 這次比較上一次那兩集 是比較晦諧一些 以及沒有那麼人生去攻擊那個歌手 因為上一兩次 中一中二的時候 也有些評判是 會是大有與大相關 會有少少人生攻擊那個歌手 但這次真的好了很多 起碼有一個禮貌 有一個灰鞋 而且的確是那些評審 都開始加了自己的經驗值 這個做得挺好 好 希望這條片可以帶領到 少少東西給觀眾朋友 今晚看決戰大灣區的第二集 希望各位觀眾可以開懷一點去看 還有看看會不會我剛才所說的 是幫助大家去理解到一個歌唱比賽 是怎樣的 當然他是錄太影的 希望大家看得快樂 好 我們下條片見 下條片會講古卓民那首歌 因為之前已經講了 還有講一下炎熙 講一下龍亭 也要講一下龍亭 還有一些時事的說話 還有一個百里路的 我剛剛錄完 又再推出去 因為百里路那裡 其實麥里浩徑一到十段 我已經拍了 現在正在排期去剪 因為剪也要時間 剪片也要時間 下一條的百里路 我就會講了小破邊的那條路 接著就是麥里浩徑四 還有周邊的那些路 好 希望大家今晚享受這個節目 謝謝大家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 謝謝 繼續支持